以塞亞書第四十一章 眾海島呀,當在我面前靜默,眾民當從身得力, 都有近前來才可以說話,我們可以彼此辯論。 誰從東方興起一人,憑公義召他來到腳前呢? 耶和華將列國交給他,使他管核君王,把他們如灰塵交與他的刀。 如風吹的碎佳交與他的功,他追趕他們,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 誰行造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 就是我耶和華,我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 海島漢見就都害怕,地極也都戰經,就近前來,他們各人幫助論捨。 各人對地輕說,壯膽罷,木杖勉勵銀杖,用錘打光的,勉勵打針的。 論漢公說,漢得好,又用釘子釘穩,免得偶像動搖。 為你以色列我的伯人,雅各我所挑選的,我朋友阿伯拉罕的後裔, 你是我從地極所領來的,從地國所召來的。 且對你說,你是我的伯人,我挑選你,並不棄絕你。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凡向你發怒的,必都普愧蒙羞。 與你相爭的,必如無有,並要滅亡。 與你爭敬的,你要找他們也找不著。 與你爭戰的,必如無有,成為虛無。 因為我耶和話你的神,必參乎你的右手。 對你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 你者從雅各,和你們以色列人,不要害怕。 耶和話說,我必幫助你。 你的救贖主就是以色列的聖者。 看呀,我已使你成為有筷子打糧的新器具。 你要把山領打得粉碎,使江陵如同康比。 你要把他播揚,風要吹去,旋風要把他刮山。 你倒要以耶和話為喜樂,以以色列的聖者為誇耀。 困苦窮佛人尋求水卻沒有,他們因口渴,舌頭乾燥。 我耶和話必應找他們,我以色列的神,必不離棄他們。 我要在靜光的高處開江河,在谷中開泉源。 我要使沙漠變為水池,使乾地變為湧泉。 我要在曠野種上香柏樹,造甲樹,番石榴樹和野橄欖樹。 我在沙漠要把松樹、參樹並黃陽樹一同栽植。 好叫人看見、知道、思想、明白。 這是耶和話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聖者所做的。 耶和話對假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件。 雅各的君說,你們要聲明你們確實的理由。 可以聲明,指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說明先前的是什麼事。 好叫我們思索,得知事的結局。 或者把將來的事指示我們,要說明後來的事。 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 你們劃降福、劃降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 看呀,你們屬服虛無,你們的作為也屬服虛空。 哪選擇你們的是可憎惡的。 我從北方興起一人,他是求告我明的。 從日出之地而來,他必臨到掌權的。 好象臨到灰泥,彷彿遙障踩泥一樣。 誰從起初指明這事,使我們知道呢? 誰從先前說明,使我們說他不錯呢? 誰也沒有指明,誰也沒有說明,誰也沒有聽見你們的話。 我首先對錫安說,看呀,我要將一位報好信息的 刺激耶路撒冷。 我看的時候,並沒有人。 我問的時候,他們中間也沒有謀事可以回答一句。 看呀,他們和他們的工作都是虛空,且是虛無。 他們所住的偶像都是風,都是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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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